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和圣玛丽诺市政府在Lessie公园联合举办庆祝母亲节游园会 为办好庆祝母亲节游园会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捐赠价值2000美元的食品回馈社区 有400磅面粉和400磅肉条等食物 向母亲们赠送鲜花并致以最真诚最美好的祝福 曹林会长表示 我们做的pancake非常好 我们的市长也清零了现场 大家非常的开心为salmarino社区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的行动为我们这里的华人来起一个带头作用吧 大家来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 大家都是尽自己的所能 为华人为这个社区的人们做一些贡献 然后希望这个爱心能够传遍全社会 今后社会上的所有的这个人都越来越有爱 在活动现场聚集了大约四五百名附近居民 现场不光有深受小朋友们欢迎的骑马和滑梯 还有脸部彩绘等多重娱乐项目 尤其是小朋友们不仅可学习消防知识 还能坐在消防车上绕园一周 同时圣玛利诺市消防局薄饼早餐筹款活动也同时展开 华人妇女联合会的数十位义工参加了早餐会并慷慨解囊 新时代卫视唐李震 马荣乔 圣玛利诺市报道